俄罗斯设洲际飞弹 俄乌战争升温 市场担忧 如果冲突扩大将影响原油供应 国际油价周四上涨 来到近两周新高 人工智慧公司OpenAI 最近考虑研发一款网页浏览器 与旗下的聊天机器人结合 目前Google占据了浏览器 和搜寻市场最大的市占 OpenAI正跨出第一步 透过Search GPT进入搜寻引擎市场 周四Alphabet股价跌约5% 盘后交易进一步跌约1% 印度亿万富豪阿达尼涉嫌行贿 已取得太阳能合约 向美国投资人募资时 却陈述不实 遭美国检方以证券诈欺 在内的五项罪名起诉 阿达尼集团的股票和债券 21日文讯暴跌 整体市值奏减270亿美元 印度大盘则陷入修正 彭博报导 知情人士称 连锁咖啡星巴克公司 正在探索其中国业务的选项 包括出售股权的可能性 星巴克在中国拥有7596家门市 约占全球总数的19% 上季中国铜电销售额下降14%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与人亚太电视 本身身并不足 本身并不足